欸!欸!來! 欸!欸!你知道那個寶達有出那個防疫套餐嗎? 我不知道啊 你看他這個 這個是四到五人份 然後像今天是假日 禮拜天 免下車自取價698 我覺得這個 可以讓我們可以吃很久 我來點一下好了 好不好 好 防疫套餐 上面有訂購專線 他每天都是不一樣的菜單內容 他這個有寫 請提早預訂 現在下午時間不知道有沒有接電話 欸!喂!你好! 請問一下你們今天禮拜天的防疫套餐 現在還有嗎? 我要訂一今天晚上的 大概六點取餐 淡奶油吃 你們有免下車是不是? 那免下車是要怎麼取? 你說停在復興路的門口 正門 那就停路邊就可以了嗎? 所以就是約六點在那個正門口這樣子 在路邊嘛 欸! 所以 很快 那個 他上面是寫 最好是提前一天預約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下午是 快四點了 然後我約晚上六點要去跟他拿餐 好!先這樣子 掰掰 那我們等一下 轉過去 就到那個 復興路愛滿的門口了 那現在大概是五點 五十六分喔 那 看一下他是不是會準時的出現在那邊 六點的時候 看起來是還沒有人 看起來是 對還沒到 嗯 好! 那我們就等一下喔 等一下齁 現在六... 六... 通話中 現在六點已經四分了 還沒到人 一分了 一直撥電話 喂你好 喂你好 那個我是約六點取餐 那我現在已經在這個復興路的 入口這邊的路邊了 然後我還沒看到你們的服務人員 六點了好 那我終於知道一個 謝謝 好謝謝 好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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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是不是 謝謝 好 發票再頂欸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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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好 現在時間是六點 九分啊 嗯 有錢打電話再去問 還好 打了五分鐘之後他就下來了 欸這麼人一大袋 對啊蠻大一袋的欸 對啊 那原本呢 想要來體驗一下 DRIVE15 直接拿去五分鐘 那看起來可能 因為這個疫情期間 人力比較不足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可能 會還有跟我原本預期會有點差異 那所以 你想要快點拿就直接打電話 對我覺得如果 差不多快要過來拿的時候 在五分鐘內 可能就跟他講說 欸我快到五分鐘 然後其實再提醒一下 這樣可能整體而言的 體驗就會更好 對 好 那就先這樣子喔 來啊回去吃東西 吃東西 哇這麼一大袋 來我們要開 準備來開箱 來準備來開箱啦 來開箱開箱 今天原本是有一個蝦人 鳳梨蝦球 所以應該是這一個 這一個被換掉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喔 酥炸啦 應該是有點像天婦羅的感覺 對對對 看起來不錯 看起來不錯 養生椰草糕 這是甜點 甜點 甜點 然後港點是什麼呢 豪華港點冰白 喔 就珍珠丸跟 珍珠丸跟 養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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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滑蛋 喔喔 松露滑蛋 看起來挺好吃喔 看起來不錯 這時候醬炒飯 哇這很多 我們可以吃很久 炒飯 這一個是山藥 炒蘿筍 嗯 外面可以吃到薯筍 應該算是不錯啦 嗯 來這個是湯品 椰果蜜藻 腰果燉椰肉 所以真的是椰子吧 對啊椰人啊 椰子人 這就是全部的套餐的大集合 這樣子700塊 700塊 那我們準備來開吃吧 椰子人 XO醬 XO醬 炒飯 這個我們是有吃蛋的 啊如果要全素的話 你要先跟他講 他會幫你把蛋奶拿掉 我XO醬的感覺嗎 沒有 但是你可以吃到 蔬菜 嗯 然後 菇 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到 然後會有脆脆的口感 那有一點點微辣 XO醬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我真的不是很吃 那炒飯的香味 有蛋香味 下一道 下一道 下一道是這個 松露是在這裡啊 在這裡耶 在這裡耶 欸 它是另外放的喔 對啊 好香喔 這松露醬的味道 好香 哇好酷喔 好香喔 喔 超香 好酷 嗯 很好吃 這隻應該是松露油吧 松露醬 超香 是油條嗎 是油條 欸你沾太多了吧 啊 它會給你 嗯 這一道好吃 好吃 好下一道 好吃 這有茄子 炸茄子 嗯 菇啊 嗯 這下飯啊 有點辣嗎 鹹 鹹辣鹹辣 嗯 這下飯 這鹵辣有加很多 但你現在防疫你沒辦法回去你 嗯 菜下很脆 菜下很脆 嗯 鹵筍還OK 鹵筍還OK OK 然後 這有菇 這 它的味道 秀珍菇之類的 還是杏鮑菇之類的 應該是杏鮑 這味道有 可以下飯 很不錯 不會說吃 實之無味感 下一道 珍珠丸 嗯 看一下它裡面 裡面什麼 裡面有這些蛤 味道 不錯啊 咬起來裡面蛤 是蠻好吃的 然後又是餃子 嗯 裡面有前菜 你應該不喜歡 看起來還OK吧 還不錯啊 應該沒有很重 應該沒有很重的味道 嗯 看起來餡料蠻豐富 蠻紮實的 這碗湯感覺很豐盛 這個應該是椰肉 這是椰子仁啊 好 那是什麼樣的燉湯 對 有一種清甜的味道 不會讓你覺得很補的感覺 這是椰子仁啊 嗯 裡面椰子肉 椰子的味道嗎 沒有 這是QQ的這樣 這是QQ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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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是偏什麼湯 湯有點 當歸 不是當歸 有點像牛棒 那種清湯的感覺 我不太會形容 但是它不是那種當歸味 然後是比較輕的那一種 你不會覺得負擔很重 還不錯 來 最後 這是甜點 這是什麼 紅棗糕 很像是 很Q 紅棗味道很重 不錯耶 好吃喔 不錯 它裡面是什麼 是有點像果凍類的 還是有點像黑糖糕 然後是紅棗的味道 嗯 不錯 這個比我想像中還好吃 然後 你可以看到這一餐 其實我們覺得味道都還蠻不錯的 你看那個魯鼠我們就客完 然後這個 它原本說是乾扁四季豆 但是我發現它可能沒有四季豆 所以它換成菇 因為裡面有炸菇跟那個 茄子 很下飯 把它客完了 然後這個 真的太好吃了 然後我想說留一些 明天可以再繼續吃 因為太飽了 嗯 然後這個 有 飯 然後有一些飯 我們把它集中在一起 然後 它那些屑屑啊 很下飯 我們把瓦果還是怎麼樣 準備把它打包在一起 放在一起 這樣 那 整體而言的話 我覺得 這個套餐 六百 九十八七百塊 加袋子七百塊 很好吃 但是我會覺得 它原本是標榜是四到五人的 那我覺得 以為我們兩個人的食量來看的話 應該 它沒有到那麼多人的份量可以吃 如果 你可以參考一下 剛剛看到的份量 就是決定說 你要買一份還是買兩份 因為我們兩個食量其實算小 我們兩個食量不算大 對啊 可是已經吃了 本來預期可以吃到兩到三餐 應該是吃一點五餐 所以 整體而言的話 我覺得 是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是真的好吃的 就是稍微 份量沒有那麼 預期中 份量的話 可能到這裡 可是還是會想要再點 下禮拜天 還是會想再點 嗯 真的 推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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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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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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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吧 會嗎